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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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听你们唱歌好像很无奈啊 好像你们的婚姻都很辛苦啊 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你们当中 来分享这个用智慧来建立你的婚姻 有一对老夫妇庆祝先生 就是他们庆祝这个先生六十岁生日 那先生就向神要个礼物 神说可以给两个礼物 那他就说我要两张cruise的船票 那神就就马上给他两张船票 之后呢他求神说 他一直想要有一个比他年轻三十岁的妻子 蹦 他立刻变成九十岁的老翁 今天分享这个题目 我要感谢我的爱人 曹牧师 不过他今天好像不在这边 我今天也要说他坏话就是 那也因为跟他的结合 那我生命可以成长 那本来我的一直是想要走单身的道路 那我觉得主耶稣是我一生最满足 我觉得说我如果结婚的话 那我可能就是会受婚的影响 没有办法好好地侍奉住 后来我 这个读研究所 读完之后 然后去神学院读书 那个时候就要去找教会 那我的神学院是在Fourworth 所以我就找到Arlington的教会 那我的Roomate也是从台湾来的 他就跟我一块去 那我们去了 那天去的时候 是这个1986年 8月31号 那天曹牧师不在 但是我跟我Roomate 我们一进到那个教会 我们就非常的喜欢 非常的喜乐 那在晚上的时候 他们有一个儿童诗班的节语典礼 那曹牧师他就拿起他的钥匙 叫大家来唱诗歌 我说这个人很有创意 后来我们去了几次之后 我的Roomate就开始对我说 他说曹牧师好像对你有意思 我说曹牧师对谁都很好 他说你为什么不祷告呢 那我就说我要单身啊 他就开始拉着我的手 早晚都说 求主开我的眼睛 看神为我预备的是不是 藏牧师 然后又说求主开藏牧师的眼睛 看神为他预备的是不是我 这每天这样祷告 结果呢 过了一段时间我就想说 其实我也不知道说神是不是要我单身啊 要是神没有要我单身 我跑去单身 那就不合神心意啊 所以我就开始禁止祷告 不过禁止祷告也不是整天的 就是早餐一三五这样子 但是我很迫切 我这开车的时候我也问说 主你要我结婚还是要我单身 刷牙的时候也说 主啊你要我结婚还是要单身 走路的时候 任何时候我都抓着主问 直到过了四十五天的时候呢 我早上在灵修社我跪在主面前 我又问主说 主啊你要我单身还是要我结婚 那神就很清楚地第一句话 他又让我知道我的动机不对 那就是在我心里就是让我知道说 我是一个自私的一个问法 为什么呢 因为呢我认为单身是一个什么 很大的牺牲 将来呢会得到很大的奖赏 但是神让我知道说 结婚跟单身都是什么 神的恩典 不是说有什么样的牺牲 那后来我就说主我错了 那后来神对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为你预备的就是常识恩 这么清楚 其实我在祷告之后 后来我也觉得他蛮可爱的 也越来越喜欢他 所以神这样对我说的时候我也蛮高兴的 那后来我们之后 在另外一个45天的时候呢 那常牧师 他就呢有一天呢 我在神学院他在教会 他已经牧会两年了 单身牧师 他有一天就打电话给我 他就说某某某 你在学校读书读得怎么样啊 我说读得很好啊 他说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 我说请问 他说你有没有男朋友啊 其实当时有人介绍他很多要做师母 给他这么厚一叠的这个 就是相亲的很多的一叠的 那他后来有一次有个早礼拜天 他就把厚厚的那一叠的这个 很多姐妹的这个 这个履历表 不叫履历表 就是相亲的资料 就在讲谈说你们不要再给我介绍了 我没有办法再去 他就说他认为他太胖了 没有人会喜欢他 他那天问我说 他说我有没有男朋友 我说有啊 他就心量了一半 他就问我说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喜欢的是谁啊 我说当然可以了 他说我喜欢的就是那个Daniel的Roomate 他说那Daniel的Roomate不就是我吗 他就很开心啊 那到第二天的时候他就来到我神学院 我们就在他生日12月1号定情 那我们在结婚之后 那我们就跟公公婆婆相处 然后呢小叔小姑也住在一起 所以那个房间正好够 有三间嘛 那我以前呢就以为说 这种跟婆媳相处有问题 大概只有在连续剧上面才有 那没想到也会发生在我身上 因为我一向是很尊敬老人 很喜欢长辈 但是呢结婚之后呢 那我就我们 因为我就开始带这个妇女团去做这个主席 那我就发现说 咦 怎么这些妇女呢 很不容易这个代理 因为我是刚从单身做学生嘛 马上就去带这个妇女团去 这妇女团去他们都有先生都有孩子 那我问他们 就是问答讨论题目的时候呢 问这个 另外一个就答 然后连续答我都没办法控制他们 然后我觉得怎么办呢 后来那天神就给我感动 他说你要像他们一样 你才能够帮助他们 什么意思呢 我需要有孩子 所以呢过了几天之后呢 我就害羞了 那后来就很多的问 很多的那个 这个共通的语言就来了 但是也因为这样子呢 那我跟我婆婆 我公公还好相处 我婆婆我小姑呢 我们相处上呢 就有一些的这个摩擦 但是一向父母的教导说怎么样 就说你还是要对他们 要爱他们 那所以在这个相处的过程 那我还在读书 那又害羞 然后婆婆小姑 那时候神也给我一个感动 说是一个密集的训练 那所以我在跟婆婆相处的时候呢 那本来也是没有事情 那我就 有一次 因为我母亲和她 通常写信给我 每个礼拜会写封信给我 都是用圣经上的话 来跟我鼓励我 但是她那次的写信呢 她就说 你代理婆婆 要向小孩子哄她 那我就说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为什么我妈妈的这个信会改变 后来我就打电话回去问我母亲 我母亲就说 因为你小姑写了一封信 说了你很多的坏话 然后呢 那我母亲也因为我小姑写了这封信 她血压冲到230 那我就因为这样子呢 本来还相安无事 但是当有人伤害我最爱的母亲的时候呢 我就不能够忍受了 我就开始恨我的婆婆 然后我就想办法怎么样 让她们搬走或是我们搬走 但是呢这些都不能够有什么样的结果 那有一次我们教会办这个退休会 彼此相爱 那我就听了这个道呢 我从第一天到第三天 从头哭到尾 我就说我没有错 那后来这个我们在第二天早上的时候 有这个临修小品 他就说有一个法国人呢 他有一天走在一个很狭窄的那个巷子 比这个还狭窄 只有这个的二分之一 他走过去的时候呢 就迎面来一个麻风病人 那通常法国人打招呼的时候是什么 相抱 然后脸碰脸亲嘴 然后他就看了说 他说他最怕是麻风病人 他说我才不要跟他打招呼呢 但是后来想说我是基督徒 我还是要 就往前走 就抱了他 然后亲了他 然后呢 就两个就是 才过了两秒钟 他想要回头看他 那那个麻风病人不见了 然后呢主耶稣就跟这个 这个Frank讲说 他说那个麻风病人就是我 所以我看到这个灵修小品的时候呢 那我就明白了 那主耶稣就是很深地对我说 他说如果我是你婆婆的话 你会不会爱我 我说主耶稣如果你是我婆婆的话 我一定会爱你 那后来以前我婆婆在家的时候 我都不敢做 我都不敢做 他出门呢我都希望她不要回家 那我如果出门的话 我也希望我不要回家 但是那次完之后 我就归心事件 我就想回家 我就很想看到他 结果呢 敲门之后 我婆婆开门的时候 我看到她 觉得她非常可爱 就是神把我生命中的致意 把她破碎了 我从那次以后呢 我对待 我婆婆虽然没改变 但是我婆婆 就是我看到她的时候呢 神的爱进来了 到了那个年底的时候 那个是九月份的这个退休会 然后十二月三十一号 我就跪在主面前 我说主我感谢你 让我能够爱我的婆婆 那神就对我说一句话 他说你的小姑呢 因为我的小姑比我婆婆还厉害 所以我就在主面前我就哭了 我说主啊 你都帮助我爱我的婆婆 我的小姑我也愿意爱她 那神很奇妙又说了一句话 他说你因为这样子顺服 你毕业了 不久 你公公婆婆就会搬走 那我很快问上帝说多久 主你看千年如一日 一日如千年 但是在一个礼拜之内呢 我公公婆婆呢 他们就搬到我们的对 这个楼梯 对门 很奇妙 所以当我们在我们的婚姻里面 我们人际关系里面 我们学会功课的时候呢 神就把会 让我们继续往前走 所以在婚姻当中 我们很多时候为什么会处不好 很多时候我们那个自意 我们那个自我中心 我们没有办法去接纳 那我们因为有那个自意呢 神的爱就进不来 因为我们人的爱是有条件的 就是你爱我 你如果爱我我就爱你 但是神的爱是说 虽然你这样子 我还是这样子 当如果我们的配偶可爱的话 你觉得爱她很容易 但是当你的配偶不可爱的时候 你会不会觉得爱她很困难 非常困难 刚刚有人说是的 这个瑞塔的骗人的 她先生对她最好的 所以就说在婚姻里面 那我们今天就要讲到说 用智慧建造你的婚姻 那到底是什么是用智慧 智慧的意思呢 我们下一张slide 就是说 智慧的定义呢 就是说你做决定的时候 你选择用神的方法 你做决定的时候呢 你选择神的方法 这个婚姻的定义 它是神 他把这个一男一女 就是把他们两个放在一起 而且这是有个什么 蒙约在里面 是神把这个两个 一男一女不同的人呢 把他们放在一起 而且是什么 这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暂时的还是一个永远的尾声 是一个永远尾声 而且呢这个是有一个什么 蒙约在里面 就是说我们当我们结婚的时候 夫妇不是会立约吗 就讲誓言 是不是有的 有的不会被就用抄的 无论生或死 贫穷或富贵 我都会怎么样 都跟你一辈子 有没有 这个蒙约 这个等于是一个写约 在亚伯拉罕 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 在创世纪十五章的时候 那当然是神在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 亚伯拉罕睡着了 那这个立约就是 神叫亚伯拉罕预备这个寄生 不同的动物都分开两半 然后呢 立约的人他们会从这个中间走过 那如果说毁约的人呢 他们就要像这个寄生 要撇两半 就是死 这婚约 如果说哪个毁约的话 要离婚的话 他的结果是什么 是不可以的 所以这个婚约是说 是神所配合的 人不能分开 那这个 那我先讲这个 就是说神让我们做智慧的妇女 那我然后再讲做智慧的丈夫 好不好 先讲这个 因为lady first 然后再讲丈夫 好不好 那所以就说 神造我们妇女呢 神说那人独居不好 要造一个配偶给她 所以神造我们妇女的目的呢 做妻子 是要是做helper 那helper的意思呢 是要帮助配偶来完成神的旨意 那当然这个神在造 造亚当夏娃的时候是有先后次序 但不是说哪一个是次等的 哪一个是高等的 他们在灵里面是属于是同等的 在地位上是同等 但是就是说角色不同 他们没有高低之分 所以妇女呢 她所要做的要补足丈夫的缺陷 其实呢妻子呢 就是我们常听到有句话说 那个人 那个弟兄 她能够做得这么成功 因为幕后有什么 有一位什么 賢类柱 甜类柱 就是丈夫呢 她能够有这样成就呢 一定是什么 太太的功劳 那这个通常就是 太太她是神说做helper 并不是说她软弱 她通常就是说 你在抬桌子的时候 你会不会找那些比你软弱的人 有些很重的桌子 你要找一个很壮的嘛 那其实妇女怎么样 她这个 她做helper呢 其实她是很有能力的 那当妻子帮助这个丈夫的时候呢 通常我们看到这个 就是说这个 弥补这丈夫的缺陷是什么呢 就你们看手啊 这互补有没有 补足 所以呢通常太太有很多好处 优点的时候 不是用她的优点来骂她丈夫的 神给妻子这些优点是用来怎么样 是帮补 来帮助她的丈夫的 不是用来批评她丈夫的 如果批评继续批评的话 神就把你优点拿走了 那这个 所以呢我们 神给的长处呢 不是用来轻看她 或是跟她竞争 是来扶持她 所以这个圣经上告诉我们说 神看那人独居不好 就给她造了夏娃 所以妻子呢 是要做一些牺牲 那有时候呢 会想要做自己的事业 但是为了丈夫呢 那我们要牺牲 有些妻子呢 宁愿为了自己 不管丈夫 就跟先生长期分开 做自己的事业 结果怎么样 先生孤单就怎么样 有了外遇 那就是我们把自己的先生呢 就推给别的女人了 所以我们在对自己丈夫的时候呢 我们在跟人相处的时候 我们是怎么样看待丈夫的 你如果想要 就是先生对待你像皇后的话 你就要对待你先生像什么 King 你如果呢 看你先生像乞丐 你就是乞丐的太太 那这个 有一个大使的夫人 她遇见这个 在路旁修路的工人 然后呢 她的工人是她小学的同学 那这个大使就跟她太太说 你看 你嫁给我你就成为大使 那这个太太说 我又是嫁给她 她也成为大使啊 那我们做妻子的话 有一件事要很重要 那我们在跟其他的弟兄 这个在一起侍奉的时候呢 我们有没有保持合乎圣经圣洁的界限 要小心 不要说我们在主里都是弟兄姐妹啊 但是仇敌魔鬼是想办法让我们跌倒 想要毁坏我们 所以当我们在跟 在教会里面侍奉的时候 我们绝对不单独跟异性在一起 所以我们做领袖的就是分配工作的时候 不要把弟兄姐妹 夫妻在一起可以 但是不要单独地让异性他们在一起 就是不要以为呢 你永远不会陷入在感情的漩涡里面 所以当有时候有弟兄来找你的时候呢 来找这个姐妹的时候 跟你讲她自己妻子怎么样的不好 然后呢这种的要不要听啊 不听啊 先生也不要去找那些其他的姐妹诉苦 所以呢其实呢 我们常常教导的就是有两件事 就是其实跟姐妹讲 跟弟兄讲都是很重要的 第一呢不谈心 不跟异性谈心 那跟谁谈心啊 那丈夫是不知情趣的人 如果她不能谈心 你要跟谁谈心啊 有姐妹嘛 还有谁 还有上帝啊 向她清心土意嘛 还有第二个很重要 一个是不谈心 另外一个是什么 不供车 你们有时候谁没有车的时候 你接送的时候 不要接异性的 不要单独跟异性的 不要说没有关系 我很强壮 除非呢 有多 就是有两个是 就是不要单独 三个可以 明白了吗 很重要啊 所以呢有人就是 对弟兄说 这个姐妹没有人乱 你可以带她回去 你说很抱歉 不供车 或找其他姐妹来接送嘛 就不要把自己放在一个 给仇敌留余地的地方 那我们在这个 在这个跟配偶在一起的时候 那我们这个 我们刚刚说要跟这个弟兄 这个男士要保持合乎圣经的界限 那我们就是 通常你们碰到这个 弟兄打招呼的时候 你们都怎么打招呼啊 姐妹跟弟兄 就这样抱吗 不是吧 怎么样 握手吗 那他要来 那外国人说要来跟你抱的时候 你要不跟他抱啊 你说no 男女瘦瘦不轻 不是啊 他们通常美国人要抱的时候 他们都有说是professional hug 你知道什么是professional hug吗 啊 哦 瑞塔要示范一下吗 就是说你跟他抱的时候 是手搭手 而不是胸靠胸 professional hug 他们都知道的 这是我们在神学院里面学的 那我们在这个 就是在讲到这个妇女上面 就是我们 就是不要在先生背后 说先生的坏话 因为先生即使有不好的时候呢 他有一天会不会改变啊 会嘛 对不对 因为神是改变人的神 你如果呢 有时候气头上呢 就跟另外一个姐妹讲说 她的坏话 说她回家这个鞋都乱丢 袜子乱扔 脾气很坏 但有一天她改变了 那你那个姐妹还一直印象说 你的先生这个乱七八糟 乱丢东西 这个脾气不好 不要随便跟人家讲你先生的缺点 那先生也不要随便跟人家讲妻子的缺点 因为会改变的 因为你跟他讲的时候 你会后悔的 所以在这个 我们这个神在造我们丈夫 其实呢 神有这个 都是神造的 所以我们心里面 我们不在 先生后面说他的坏话 也不要心里面骂他 傻 或者比不上别人 因为我们骂他的时候 就是在骂上帝 因为是谁造他 上帝造的嘛 所以不能骂他 所以这个 我跟曹牧师结婚 你们猜多少年了 13年啊 三十年 三十年答对了 三十年答对了 没有讲 对啊 我们八月十五号就结婚三十年 那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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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句话说 往日不堪回想 是吧 不堪回味 对啊 其实是很美的事情 那这个 就妇女呢 就是我们学到的功课 就到此为止 现在呢 要来讲丈夫了 丈夫预备好了 那很多信主的丈夫哈 那就是 就是有一个 有一个老师她要做个研究 她就问很多信主的丈夫说 你用一个字词来说 你的责任是什么 她们回答说什么 你们如果回答 你们会回答什么 丈夫的责任是什么 她们说是leadership 是领导 有的人说是倒垃圾 不是 但圣经回答却是说什么 信主的丈夫的责任是爱 那当然神对丈夫的设计 是要他们去带领家 做一家之主 但是这个领导呢 是从这个爱流露出来 来爱她的家 是体贴爱她的妻子 所以呢这个保罗 他在告诉丈夫跟妻子的时候 在以弗所书第五章 二十一节那边说 他说要彼此顺服 他说因为敬畏基督的缘故呢 要彼此顺服 那丈夫要向妻子 显出这个爱 那这个顺服的这个爱呢 它这个特征是温柔体贴跟服侍 这是一个谦卑仆人的爱 这是属于基督的爱 那我们认识一个姐妹呢 她在很严重的depression 就是连续几个月 她先生请假照顾她 陪她 后来都一直不见好 她先生呢就决定要辞职 要来照顾她 不过的感谢主就是 她决定辞职的时候呢 她太太也转好 那这个大家的祷告 那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妻子 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可能就会很烦 但是这个丈夫呢 她跟主有很好的关系 我们在婚姻上有难处 你跟神关系一定要好 因为在这个诗篇一百二七篇第一节说什么 若不是耶和华看守 诚诚 看守人就枉然劳力 若不是耶和华建立房屋 建造人就枉然警醒 所以我们要寻求神的帮助 任何的困难 神都可以帮助 所以这个保罗他在这个 这以佛所说五章二说 他对丈夫说 你们做丈夫要爱你们妻子 那保罗把这个丈夫一家之主的观念呢 跟基督做了一个比较 他说丈夫是妻子的头 就像基督是教会的头 所以丈夫要爱你的妻子 就像丈夫爱教会一样 那基督爱教会为教会什么 舍己 所以呢这个丈夫呢 爱妻子呢 也要有这样牺牲的爱 那这个彼得他没有 这彼得前书他没有用这个爱字 他描述丈夫呢 要爱他的妻子呢 他说你们做丈夫的 要爱情理和妻子同住 因为他比你软弱 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 那我们有三个行动 需要来帮助妻子的 你们这边这个 有哪些丈夫是大男人主义的举手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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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手 应该不是这样问 应该问妻子 好像都没有 好像都是这个 他们说什么 怕妻子居留部 那每日与 就是说与太太的关系 有三个很重要的这个行动呢 要做每天来做 第一呢是按情理与妻子同住 它是什么意思呢 要为妻子来着想 considerate 那所以呢 那这个 那这个 这里呢 圣经要求丈夫 对妻子什么 体谅 敏感 和满足妻子的需要 那有些妻子呢 为了丈夫 丈夫就是来美国读书 然后辛苦的工作 她自己没有时间去进修 那等我 那这个 后来先生这个 读了这个 硕士又读了这个博士 那太太还是什么 高中毕业 后来呢 就怎么样 就轻看自己的妻子 这样是不是很不好啊 不对啊 她说我们应该怎么样 要体谅 要体谅敏感 满足妻子 等到有机会的时候 太太也可以去读书 用真诚 而且要努力去了解妻子感受 你知道 你太太的感受是什么 她的心里面的需要是什么 了解太太她对什么事情害怕 焦虑 你担心梦想 她心里所想的 你要为自己的妻子来着想 那你现在 你的旁边是不是都是你的妻子啊 坐在旁边是不是你的妻子啊 那不能乱抱人啊 这个你就对你妻子说 我要为你着想 要对她讲 要鸡皮跟她起来了 我从来没听过这种话 她丈夫要学习 所以丈夫要学习 listening 因为通常丈夫的耳朵很大 但是那个耳孔好像都没有通 不太能够听 但是我们要学习听 就求主开通我们的耳朵 能够了解妻子心里面的话 丈夫若不知道妻子的需要 她怎么能够知道妻子 就是为她牺牲呢 若不知道她需要 所以这个要了解妻子的这个需要呢 对弟兄来说是个很大的增长 因为弟兄通常是怎么样 有没有耐心啊 没有耐心啊 妇女都没有摇头 都不敢摇头 因为丈夫都坐在旁边 所以呢 第二呢 我们刚刚说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 就是要 丈夫要体贴 要敏感满足妻子的需要 第二呢要殷勤体贴 她说妻子比较软弱 她这软弱是指体力来说 那当然也有些 那当然也有些 这个婚姻是例外 这个妻子什么呀 比丈夫强壮的 有没有 但还是少数了 但是我们就说 丈夫呢 对于自己的妻子呢 还是要殷勤体贴 那有很多方式 就说那丈夫通常开车 就是要开车前 让太太进车子 会帮太太开门的举手 没有一个举手啊 你们都不开车的时候 都骑脚拉车的 你们要帮 她说要帮太太开门 在家里面清扫的时候 你会不会帮太太 挪动家具啊 哇 有一个点头了 还有没有啊 OK 那所以呢 要帮妻子做出众的工作 是不是大家 我想应该 我看你们都 弟兄都蛮壮的 应该要多做一些 出众的工作 你们有没有叫自己妻子 换轮胎的啊 有没有啊 你们说我锻念你 看你这么瘦弱 好好锻念一下 神对女人的设计 对妻子的设计呢 是要她在丈夫的保护之下 让丈夫用她力量来服侍自己的妻子 所以这个丈夫呢 要来serve 来保护自己的妻子 另外呢 还说跟妻子一同承受生命之恩 除了在体力上不同 那在灵里面是什么 是同等的 在雅各书里面说五章十六节 这个妻子 她提到她丈夫的时候 她说这是我的良人 这是我的朋友 这良人在英文里面说 是我所爱的 她提到先生的时候 她说这是我所爱的 这是我的朋友 她是怎么样欢喜地来提到她先生 她很欢喜地来爱她的丈夫 不是因为她先生带她很好 也不是因为她先生充满了罗曼提克的爱 也不是因为她先生在家带领 让她心里面来歌唱 而是她很高兴 她的先生 她的丈夫是她的朋友 是她属灵的伴侣 可以一起谈心 一同承受生命之恩 这种关系 丈夫需要去培养 通常这个 丈夫在属灵上面呢 可能是起步比较慢 那妻子要在旁边怎么样 不要着急为她祷告 但她一旦被神得到的时候 她会跑得比太太快 所以这个 再讲到这个丈夫 对妻子这个牺牲的爱 那这被圣灵充满的丈夫 爱她妻子 不是因为妻子能够为她做什么 而是丈夫能够为妻子做什么 这是基督的爱 那丈夫可能会明白一件事情 说这个爱呢 是一个意志力的行动 而不是一个感觉 因为有时候真的碰到妻子 不是那么可爱 对不对 对对 就有人点头了 那我最近帮一个 有一个年轻的牧师 那他们结婚才一年 那他们是我们的朋友 那他就说他的妻子呢 就是对他就是 就是对他就是 反正就是 怀孕之后呢 就跑回 跑回这个台湾去 然后呢就是 对他很多的批评 就是他就觉得说 他没有办法再做牧师 后来我们就 就劝他说 这个婚姻 实在是神给人一个 很好一个训练的机会 如果你要做牧师的话 如果你要在神手中 成为神手中的器皿的话 你要经过这个考验 他说他愿意接受 神这个Agapi Love 神这个无条件的爱好 去爱他的妻子 后来他妻子就从台湾回来了 那也开始做饭了 所以呢 在任何什么样的困难 什么样的艰难呢 那每个人的家庭的困难 都不一样 那我们大家都是好像 双双对对来教会 但是心里面的困难 并不是其他人可以知道的 但是神知道 你可以求告神 神会来改变 因为神 祂是看守我们家的 祂是保守我们家的 所以当你愿意顺服神 靠着圣灵的大人 来向你妻子 而且妻子向丈夫 所付出的那个 无条件的爱 向神知取 因为人是没有这无条件的爱 你才这个婚姻呢 你会看到这个 会看到曙光 而且越走越光明 而且你这婚姻呢 会成为别人的祝福 让我们做个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 在地上设立婚姻 让我们借着这个婚姻来预表 基督爱教会 主我们知道我们在当中 我们的家庭 有不同的挑战 有遇到在工作上的挑战 有遇到在跟人际关心 在跟自己妻子跟孩子上的挑战 主要我们就求主你 来对他们说话 让他们来 借着这样子的困难 来恢复跟主的关系 求主来祝福 今天所听的每一个家庭 还有结婚的 还没有结婚的 你都一起来祝福 我们这样祷告奉主 耶稣基督圣明求 阿们 神祝福你们 我们先来自此的关系 我们先来自此的关系 其实我们先来自此拿来 中心一切 我们来自此有时 我们来自此的关系